右键的特殊功能 滑鼠的右键我们平常不太用它 可是它往往藏了意想不到的功能给我们 换一个方式来说 在我们的假设图片来说 我们有这么多张图片 在图片上面点右键 它会出现属于图片的不同功能 你可以做了很多 你可以用影像检视去开启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用不同的层次开 你也可以复制贴上到哪里去 更棒的是原来我可以调整图片 也可以旋转图片 有时候我只是要把这个图片 拍的图片刚好转了90度 横的变成直的或者直的变成横的 很奇怪那我就可以很容易的 说我要旋转90度旋转 它帮我做一个旋转90度的图片 加上一个旋转 我也可以调整图片 我要什么大小 自定宽度 我要1024的宽度 直接调整 它帮我弄一个1024的图片出来 怎么知道它是不是1024 一样按右键选择属性 以上像这是1440x1080 那这个调整过来的属性是多少 1024x768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滑鼠右键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功能 当然资料夹可不可以 一样可以 原来 滑鼠右键资料夹里面有什么 压缩 可以用压缩来处理 所以 滑鼠右键是 可以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设定的时候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替大家想到非常多不一样的功能 有空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按下滑鼠右键看一下内容 几个例子再讲一下图片好了 我们看一下Pitcher这个资料夹 你也可以按右键选择属性 它也告诉你 原来这个东西有多大小是多少 可用空间有多少 那你有这个 属性是 这个档案是 这个资料夹是谁的 是属于谁的 那你也可以选择共用